今天打開這個資料裡面的話 那不算太多了 大概我們以前處理的資料一定會超過這個數量 比如說業務人員好了 假設Ctrl向下 這邊有2500 也就是說扣掉第一個欄位名稱的話 就2499筆的紀錄 那這個觀念呢 其實跟資料庫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也就是說上面一定是欄位名稱 那下面就1比1的RAC 就是一筆的紀錄 就一筆一筆的資料 那當然呢 其實形式上面的話 你也可以把以色列當資料庫是不會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你放在資料庫跟放在以色列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也是資料 你差別只是說 當然將來也許你處理上面的那個資料庫的速度 一定會比以色列快一些些 然後資料形態的定義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也許我們可能在定義上面的話 這些都弄成可能是數字 不會區分它有什麼小數點等等的 另外就是說那個 還有一個可能資料庫裡面會轉檔的時候會有問題 就是那個編碼方式 一般很多現在都用什麼UTF-8 有沒有內碼編碼方式 UTF-8 不知道各位 那早期是用Big 5嘛 那那個時候如果說你那個轉檔的時候那個編碼沒有選正確的話 可能會出現是亂碼 所以當然會有這些問題啦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要轉到資料庫 再從資料庫轉回來 那這個問題就可以忽略掉沒有關係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地方 像這個資料如果要輸出到什麼 買Seqo之前遇到就是說 因為在微軟它是用那個 那個Big 5嘛 可是如果你直接放在其他資料庫 有些用UTF-8的話 轉過去就會有錯誤 所以通常會把那個 這個Big 5嘛 把它先轉成UTF-8 再轉過去就不會有問題 那比如說我們等一下的需求是這樣 第一個 我如果現在要查詢業務人員 比如說他叫做小咪好了 這個人 我希望能夠做一個簡單的查詢系統 最好是什麼 旁邊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 跳出一個什麼 一個視窗 或者一個對話方塊 當然你也可以做一個表單 有一個輸入 然後上面就是顯示說 請輸入查詢關鍵字 那是比如說你要查詢哪個欄位 假設是業務人員的關鍵字 那你把這個業務人員 輸入進去之後的話呢 他會幫你怎麼樣 把你要的這個結果 自動產生一個 就是這邊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呢 把那個 你查詢的這個關鍵字的名字 順便帶過來 然後呢 幫你把查詢的結果 再丟到裡面去 OK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一個流程 也就是一個查詢系統 將來呢 其實只要那個使用者 再按一下那個按鈕 他會跳出一個對話方塊 跟他要一個資料 還是會有產生一個新的結果 但是呢 因為這個底下的工作表 不能有重複的名稱 所以如果你查過一次之後 你查第二次 你不能再用通案名稱 那所以能為防止 使用者重複 比如說他可能再輸入 那再查一次的話 實際上你要體貼一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為什麼在查 因為他要產生新的資料 所以需要怎麼樣 先把舊的刪掉 再給他新的嘛 對不對 通常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也要防止 他做一些可能會造成系統錯誤的問題發生 所以這裡我們第一個 要怎麼樣產生這個查詢結果 那以往的設計方式是怎麼樣 一把這個資料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二再利用什麼ADO加SEEQUO 去把資料抓回來再放 可是這樣有點繞一圈了 你變成說你要再丟到資料庫 再從資料庫撈回來 那有同學就說 老師那我不要資料庫可不可以 我不要再丟過去啊 這樣好像多一個東西 而且有些公司已經沒有授權SS 或者是什麼 SEEQUO社會又很麻煩 你要跟那個MIS人員 他跟他申請一個帳號密碼 那這樣子有沒有辦法脫離資料庫 獨立出來 我以後就不要有資料庫 我的資料庫就eSale就好了 那這樣就單純多了對不對 那當然可以啦 那怎麼 可是問題是 在那個eSale裡面呢 有沒有什麼樣 因為在資料庫是用SEEQUO語法 你可以下SEEQUO 可是在eSale裡面用什麼方式呢 可以具備有同樣的效果 也可以查詢資料庫 其實我也想一下 以前我習慣是用SEEQUO啦 不過後來發現 想一想還要針對大家的 因為同學的需求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我不是說我現在要教什麼 我可以教我熟悉的東西 不過那個東西不見得是你們 因為有時候工程師的view跟想法 其實跟user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解決方案 其實通常會讓你覺得 無法想像的奇怪對不對 因為那個東西是他熟悉的啦 ok 所以有時候我會換個角度說 這個東西其實或許我習慣 但不見得你們會覺得很方便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技術 你要去克服 那用什麼方式 你們又很簡單 又可以解決問題 其實這邊的話 不知道應該各位有用過一個功能 叫做資料裡面的 這個所謂篩選功能 那其實這個篩選功能 其實就等同seql裡面的slate語法 基本上slate語法裡面能夠用得到的 所有的那個像什麼關鍵字的全文檢索 這個應該都可以辦得到 後來我發現 其實這個東西已經ok了 而且是ready的 那倒不如就用它來幫我們解決 查詢上面的問題 那要怎麼做呢 我想大家應該都用過那個篩選吧 那篩選的主要的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第一個 游標先放在你要查詢的欄位的這個 比如說欄位名稱上面 然後按個篩選 接下來上面會有產生箭頭 你就可以針對什麼 針對你要查詢的 比如說小咪 對不對 然後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它就有個結果出來 就留下小咪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一個新的工作表 很簡單嘛 游標再放到A1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這個時候你不是已經把這個放個全選了嗎 對不對 然後你把Ctrl C 再怎麼樣呢 再到這邊工作表產生一個新的 然後把它名稱改成 比如說叫做你剛剛查那個名稱 比如說我叫做小咪好了 那就把這個名稱給打上去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小咪 OK 然後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那貼上的話一樣 放 油標放A1 然後再把它Ctrl V貼上 不過貼上的時候呢 藍寬 藍寬不OK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常用裡面有一個叫做 格式 格式裡面有一個叫自動調整那個藍寬的這個功能 你可以把它自動調整一下 那因為現在是選取狀態 所以要取消就很簡單 再點A1一下好了 取消了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再切回到原來的問題7 這個主表 然後呢再來怎麼樣 把剛剛的篩選狀態取消掉 再把如果你要貼心一點的話 你就把這個選取狀態再取消一下 那你就恢復了對不對 那剛剛的動作你想說 是不是我可以把它做一些什麼事情 因為有些程式你可能不會寫 但是你會錄字聚集吧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之後 做一點點修改 其實就可以變成我剛剛講的東西了 查詢系統其實就這樣就可以變出來了 也就是說呢 第一個 你輸入的那個條件 比如說我剛剛查的是小咪 那可不可以把它錄下來之後 把那個需要改變變成一個變數 假設那個變數叫X 這個X的話動態的給什麼 給篩選條件 然後呢 自動幫我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重新命名的時候 名稱也叫做那個名稱 然後呢 再一個之後的話 下一次再一個 那不就是一個他軍系統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請各位呢 等一下試試看 就是先把剛剛的東西動作演練一下 然後呢 再做什麼事情呢 做一個就是 開發人員裡面的所謂錄字聚集 那錄字聚集的動作 其實基本上 記得你每一個動作 點選的動作也要把它錄進去 否則的話 你將來齁 在篩選的時候 它游標如果沒有放在第一列 有的時候好像會 變成要查詢條件 會變成在底下 OK 那這樣錄下來之後 我們再來修改 其實就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一個樣子 就是說 剛剛的動作 我已經把它錄 假設已經錄一輪了 錄完之後呢 應該會產生一個程式 也許有錄製的名稱 叫做篩選業務 OK這個名稱 那我做了什麼地方 就是 其實我只是增加一個這個X X因為我需要將來能夠怎麼樣 讓使用者動態的去填寫 他要查的那個業務姓名 所以呢 我這個X來源是什麼 用input box 跳出來 請輸入什麼業務姓名 對不對 那底下的部分都是錄下來的 那錄下來 其實這個我想 人家應該都看得懂了 游標放在B1 其實放在B1C1都一樣 我剛剛都放C1 改C1也可以OK 然後呢 會產生一個選取區 這邊會用到一個叫AutoFilter 其實AutoFilter 就是等同是 剛剛那個所謂的我們的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篩選功能 其實就是這個 篩選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AutoFilter 這個 這個功能 OK 它就會啟用什麼 AutoFilter 然後呢 我要怎麼樣去查詢 你會發現 這邊呢 會需要給它一個什麼呢 範圍 所以呢 針對現在的這個ActiveShits 它會需要一個範圍 那那個範圍的話呢 需要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什麼呢 一個參數是 你要查的 這個總表 它位於第幾欄 那因為業務的話呢 是位於第三欄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對應到第三欄 那也就是說 其實你錄好一次之後 假如將來你不是要查業務 你是要查詢產品別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數字 改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 不同的欄位改一下 再來第二個參數呢 就是這個叫Criteria 這個是E 1234的E 這個是E不是L 很多同學看成L 那當然你也可以有什麼 Criteria2 可以兩個條件 然後呢 中間可以加一個什麼 AND或OR 它有個operator 它有另外一個參數 叫operator 就是說 你可以是交集或連集 那這個地方的用法 就如果你要查詢的是一個範圍 比如說數字 多少數字到多少數字 的時候 就會有兩個 一個是哪一個到哪一個 那中間的話呢 是一個連集 用AND 他就幫你查出那個區間的資料了 另外呢 日期可不可以 也可以 期 哪一天 到哪一天的範圍 你幫我查出來 可不可以啊 建檔日期不是日期的 那其實基本上 他能做的很多 OK 那再來的話呢 在後面可以再改 沒關係 那如果你不會寫 很簡單 你錄一下就有了 像剛剛那個 你們如果針對什麼 這個地方有篩選 假如說你游標是放在業務 他如果用篩選的時候 點進去 他這個文字 他會出現文字篩選 可是如果你現在點的是什麼 總價好了 總價裡面是放的是數字對不對 你點進去你會發現它是數字篩選 而且他這邊有什麼 戒於 所以你錄製的時候呢 你就點戒於 然後呢 你就是錄下來那一行程式 你把它放到我們剛剛的條件 把它修改過 它就會是數字的查詢 另外的話 建檔日期 點下去 他就會日期的 也是一個什麼 甚至他很多 他除了戒於之外 他還有什麼 本週 下週 上週 哇一堆 所以可以有這麼多條件 那你不會寫沒關係 錄下來就有答案了 然後文字的部分的話 如果像業務 如果你要關鍵字 其實我們剛剛是只有打勾 那如果說你是要什麼 裡面有哪個關鍵 你知道我們常用的是 也許你知道他姓什麼 可是你不知道他叫什麼 那你比如說他姓陳 那他裡面有一個關鍵字是陳的話 那通常我們會用什麼 那你用開始語可以 或者是說呢 包含就好了 用包含最簡單 包含的意思是說呢 關鍵字裡面呢 有這個字的 他就幫你把它篩選出來 那其實這個跟思考語法的實類的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東西啦 所以沒什麼差別 只是說思考語法你要額外學習 這個不用啊 這個看得到的 如果你不會寫那段陳詞碼的話 然後我覺得你就把它錄下來 再來改過就可以產生了 所以你要改什麼查詢系統 任何的資料都不會有問題 因為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不外乎就是文字 最長的關鍵字查詢 不外乎就是數字 當然數字在資料庫可能有分成有小數點跟沒小數點啦 不過如果你不要那麼複雜 你就是一個把它當整數來看 他也可以幫你查一個區間 那第三個就是日期 大概這三種資料我想 該查的可以查得到了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建立一個查詢系統 就是錄製 錄製的流程大概就我剛剛講的 最後錄完之後 我這邊錄一個叫篩選業務 然後再給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註解稍會加上去 那複製的話其實就是這一段啦 有不要放A1 然後Ctrl Shift向右 有沒有 其實錄下來就這一行啦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再Copy 就這幾行 OK 那當然如果你會VBA的同學 你可以簡化啦 比如說也許你不要這四行 你可以把它用一行搞定的話 或一行兩行 反正你可以再修改 如果你覺得修改太麻煩的話 那你就用原來的 他可以幫你自動寫 VBA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其他程式語言 幾乎都沒有那個 自動幫你寫程式的功能 但是VBA有 這個你可以善加利用 我覺得這個是VBA的特點 基本上我現在用到這麼多 開發的程式裡面 會自動幫你寫程式的 只有VBA 只有VBA 那其他你說Java 你說C好了 你說其他的C Sharp 沒有這東西 那為什麼他其他都不開發 像寫那個Android也是一樣 那個寫很麻煩 非常麻煩 麻煩比這個太多了 而且那個都不會自動顯示 好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什麼 新增工作表 新增工作表 跟修改工作表只有兩行 我想各位 就是說 你在錄製的時候 它一定也會出現 叫SHITS 這個前面用蠻多的 工作表的物件 那要新增其實非常簡單 點Add就可以了 Add就新增 但是問題新增 你要新增到左邊還有右邊 如果是右邊就是After 這邊有個參數 有沒有冒號等於 就是說 它是放在After 就是After哪裡呢 通常會是最後一個嘛 那最後一個就是After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怎麼表示 工作表裡面的最後一個就是SHITS 後面刮符這個地方 就是SHITS.COM SHITS.COM 意思就是說呢 現在有幾個 比如現在有三個 那After SHITS.COM 就是第三個的後面 就是第四個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裡面的叙數SHITS.COM 意思就是說 現在有幾個 那我增加到After After是它的右邊 右邊那一個 那如果你Add的動作之後的話 它又會產生一個 所以本來三個 就會變成幾個 變四個 所以呢 我們後面這邊有個叫什麼 SHITS.COM.name等於X的叙數 實際上因為新增的動作 會產生那個就是第四個 那第四個其實是我們新增的那一個 因為你那個Add之後的話 它有個Name Name的話就把它改成 比如說叫做小咪 它就會更改過來了 那再把它切就是貼上 貼上之前先告訴它在A1的地方貼上 然後貼上這兩行 然後自動調整欄寬就是Colents.AutoFits 那哪邊要自動調整呢 實際上就是Selection 或者有時候我會寫的話 我可以這樣寫 比如說哪一個範圍要那個自動調整 你也可以改成A到L藍 自動調整 這樣也可以 Colents應該前面我們好像有用到類似的物件 Rose Colents 你要針對它 比如說前面好像Rose.delete有沒有 那這個如果說像類似的用法 就是你要先告訴它說 哪一些欄要自動調整 那就是這樣的寫法 其實這些東西都查得到 在我們的說明檔裡面都有 我講過一個物件 你就了解兩個成員 屬性跟方法就好了 裡面都有答案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你不需要去 就是說死背的 裡面都有 那我覺得VBA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第一個 自動幫你產生程式碼 自動告訴你怎麼寫 如果你覺得不OK 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沒有問題 它會給你一個建議的寫法 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不懂裡面到底做什麼 你可以去查物件的那個部分 都有答案 OK 好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也是取消 這個Colents主要是取消那個選取狀態 然後再切回到我們的主表 也許叫問題1 或者你這個地方的話可以給打個1也可以 給數字 或給文字都可以 因為如果你總表名稱的話 不一定是叫問題7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1也可以 這個給一個數字 然後這邊有個叫什麼 這一行其實我印象中應該是可以刪掉沒關係 什麼 Application.cutCopyMore等於False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到底你是要減下還是要複製 如果你等於True的話 我印象中它是減下 如果你等於False就是複製 不然的話 你剛剛我們應該是複製啦 不過這一行好像預設內建的就是False 所以這一行我印象中應該可以把它刪掉沒有問題 我們先留下來好了 比如說這個因為聚集錄製的時候 它也許會產生一些你可能不需要的程式嘛 然後最後記得哦 因為我會有一個篩選 最後切回去要把篩選把它取消掉 所以會多錄一個叫把那個篩選把它取消的動作 因為我現在是篩選對不對 找完之後的話要把這個篩選取消掉 所以開頭一定要篩選 結束也要再把這個篩選取消掉 不然的話它會一直是在篩選的狀態 所以特別是最容易錯的應該在這裡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比如說按篩選 跳出一個什麼 請輸入姓名對不對 那我就輸入什麼 輸入假設我找的是小張這個業務人員 那我希望看一下小張這個業務人員 他最近的表現如何 按一個確定 有沒有 自動就幫你篩選 並且切回來 把篩選這個按鈕取消掉 那我們小張就出現了 小張就有了有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樣 看到小張的最近表現 那如果說你希望把小張的部分呢 再做後續的分析 你也許可以再搭配書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你把它丟過去 一篩就知道他最近什麼 他業績如何 他最近跟哪一家客戶 這個最最多交易等等的 那些都可以用書紐分析表很快可以做出來 那如果你不用書紐分析表的話 沒關係 你也可以再額外再寫一些功能上去 然後呢 讓老闆很快按下去 他可以有一個資料出來了 甚至可以很快的把把你需要的報表給做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可以產生我們要至少需要的功能 所以第一步是有關那個篩選業務的部分 那我們剛是先錄製再修改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在雲端上大家也有參考的程式嘛 裡面就是這一段 其實我是把這一段給貼上了 所以第一段 那等一下第二段是防呆衣 什麼叫防呆衣就是 因為如果你現在已經有這個業務人員 比如說小咪 你在輸入配合同樣名稱 會掛掉 程式就當掉了 所以要怎麼避免有同樣名稱的問題 等一下會講 OK 那請各位再試一下 另外的話畫面 在那個這邊也有 其實主要的畫面 這個講義裡面都有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OK那其實像這個 這個做起來就很多地方可以用 比如說像以前 我們在做圖書館的查詢系統 其實根本不需要 像圖書館說真的 學生來查詢好了 他其實只是要一個簡單的畫面 查到這本書到底 在哪裡 在哪個架上 有沒有在館內 其實說真的用MBA來做的話 更簡單 以前的話是委託外包廠商 結果他那個裡面的系統 亂七八糟的 常常有bug 然後呢 因為是台北市整個委託同一家廠商 所以變成說你要去找他維護 還要再經過資訊局 資訊室 非常非常麻煩 那如果說今天是用MBA來解決的話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那第一個你很快可以查得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如果有問題自己可以馬上修改 程式碼基本上沒幾行 資料跟程式都在isail裡面 這種設計方法我覺得對於 這個一般性的 可能個人或者是小公司 或者是小部門 來處理使用上 其實是已經是非常的綽綽有餘了 而且最重要是不求人 ok 那這樣的話呢 處理速度的 處理資料的速度 大家會大大提升 請問一下 音質後 沒有